其實皮紋學是什麼呢? 皮紋在哪裡出現呢? 其實就是在你的手指、手掌、腳趾和腳掌 主要手指就會牽涉到大腦的前紋 而腳掌、腳趾就會是一些健康 皮紋學的最根本是源自遺傳學和病理學 是用在醫學方面先走的 後來近代關注小朋友的教育 就將皮紋和腦部發展和如何管教 學習的方向加在一起 成為在香港近十年應用在一些教學上 Francis Kelton 有錢去做研究 還手指 還法都是家族上有錢 他主要發現文營有三大類 斗營文、基營文和胡營文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就上mj13show.com 以65元三個月訂閱節目重溫 冷靜核